哈喽 今天拍个视频说一下这个 上外网的这个方法 其实在之前呢用过比较多的方法 比如说购买一些机场啊什么等等的 但是发现又是费钱又是比较麻烦了 后来呢就发现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就是说你有一次我去那个BBC看的时候 就发现说它有一个免费的VPN 就是有个App可以免费的 就是它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基本上能连通 普通看网页还是可以的 看视频呢有时候就慢一点这样子 具体想要了解的呢就可以去那个BBC 或者是私信我一下我告诉你哈 其实它在只能是安卓机 安卓的手机可以用好像 应该是电脑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忘了 但是手机我经常因为我经常就是用手机嘛 就是手机装了这个App之后 就可以用手机这个热点 把手机做为一个代理 再配合那个EveryProcess 这眼见呢就分享给其他的更多的手机 然后其他的更多的手机呢 连上我这个手机的网络之后呢 就可以上外网了啊 它是免费的所以比较好 我之前因为也用过收费的 比如说海豚弯啊等等的东西 但是觉得还是有点不方便 所以就 嗯那些收费的速度是快一点 就是有能免费的时候就免费吧 现在没有收入啊 所以就省一点吧 看电视就是电视 我家的电视呢也是安卓的安卓的机型啊 之前呢他们又说在要装那个什么 Google的框架什么 啊等等的比较繁琐 用这个之后呢就直接把这个手机的网络 共享了之后呢就 其实在那个电视的那个机顶盒里面 装一个浏览器就可以了 装一个比如说X浏览器 最基本的那种浏览器呢 你要看YouTube啊 看网页版就可以了 不用装那个特别的ad ad的话你还要那个Google框架的支持 比较麻烦的搞来搞去 啊我试用了一段时间还是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是直接用浏览器来看也还过得去吧 就是说如果你速度上有保障的话还是可以的 好了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感兴趣的就可以私信我 我把那个东西给你们这样子 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找 好像那个叫赛峰吧 赛峰VPN 他那个ad是这样子的啊 今天刚刚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200块钱人民币啊 因为手机内存不够了 来录视频谢谢大家啊